大家好,我是明仙 鹌鹑蛋怎么做才好吃呢? 今天分享一个好吃的做法 这是我三次买的100个鹌鹑蛋 用来做佛跳墙的 剩下的要赶紧把它吃了 不然就坏掉了 先冷水倒入锅里煮 盖上盖子水开中火煮6分钟 时间到鹌鹑蛋煮熟了还破了2个 捞起放入清水里 不烫手就可以把它的壳剥去了 鹌鹑蛋被认为是动物中的人生 以长食为滋补食料品 在家里还是比较少买鹌鹑蛋吃 在酒席宴席上经常会吃到鹌鹑蛋 看来以后要适量的买一些给孩子吃 全部剥好放盘子里再清洗干净 起锅刷油 油温5成了倒入暗层蛋 做小火不停的煸炒 炒啊炒 把它的表皮炒出腐皮状 然后倒入适量的清水给鹌鹑蛋切瓶 放入八角香叶干辣椒 倒入一勺老抽生抽白糖 一勺蚝油搅拌均匀 一勺蚝油搅拌均匀 盖上盖子中小火焖煮5分钟 使它入味 啊我的按整蛋焖好了 真的好香 再把它收汁 手指炭汁浓稠即可出锅 出锅装盘子里即可享受美食了 虎皮按整蛋做好了 外面焦香里面鲜嫩 有浓浓的卤香和鸡蛋的焦香味 一口一个真的太好吃了 顾女顾姐用来招待客人特别的好 我家孩子特喜欢吃 咸的味道加湿 我会太熟 很香 外面会不会很香 嗯 好吃 好 好 好